9月4日 中国新闻社记者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获悉 中国国内首个五星5G工厂 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5G工厂建设完成 成为5G技术与电子设备制造业深度融合 与全面应用的新标杆 2022年8月25日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5G全连接工厂建设指南 2023年12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式启动5G工厂认证工作 提出用5G制造5G的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5G工厂成为第一家通过五星认证的5G工厂 5G工厂是充分利用5G为代表的新型技术 基于公益互联网新型技术设施 新建或者改造产线 车间 工厂等生产现场 形成深层单元广泛的连接 ITOT的深度融合 数据要素充分利用 创新用高效赋能的先进工厂 5G工厂认证从等级上可以分为三星 四星 五星三个等级 五星级的要求5G的覆盖率要达到百分百 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制造基地认证通过的是5星5G工厂 是5G工厂认证的最高等级 据介绍 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5G工厂内的5G网络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 在远程设备操控等对5G网络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下 积极探索5G专屏专网建设方案 目前 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制造基地的5G工厂现场装备的联网率超过了97% 关键装备联网率实现了百分百 那其中以5G联网率高达了89.3% 无线设备均已实现5G化 在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检测 仓储物流 运营管理等全流程 强化5G技术应用 5G加工艺互联网场景建设 已经覆盖工信部下发的20个典型应用场景 在5G工厂建设的牵引带动下 中信通讯南京智能冰江5G工厂的自动化效率 工艺优化水平 精益生产规模显著提升 加之市场需求的拉动 工厂总产值增长了41% 人均产值提升了81% 交货周期从20天缩短至14天 碳排放量降低了29% 单台产品能耗降低了19% 5G工厂建设充分展示了5G技术在提升生产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 推动律师发展等方面的潜力 既代表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 也为全球5G加工业互联网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目前中国5G工厂建设数量近3000个 对视频台证 resistor 我们会直接到为7G工厂 opening 谁键炼网发展